向甲常规赛第二阶段收官大战的精彩对局 是由红方气质大师曹元磊对阵黑方魔童孟范瑞 开局选择先之路 黑方是足底炮 红方选择飞向 这个下法不太符合曹元磊的风格呀 这么温柔呢 黑方选择编马 红方马八进七 双方开局之后 红方就直接浸泡风居 此时黑方跳马 红方收视角炮 黑方出狙 红方马上进三 黑方选择直接足三进一 这个下法是相当的凶狠 如果直接走巡河 那么红方可以出狙腰队 黑方会浪费一步棋 所以先选择弃足 当你吃了之后 再选择巡河 如果你现在对狙 我可以顺势杀过来 红方就不能再走狙一平二了 此时红方很明显是不能下兵的 因为黑方可以踩掉你 红方不能去打中足 否则黑方可以反打一将 黑方就速胜 这个棋呢 红方是严重吃亏 所以实战下到这里 曹云雷选择横滨 是正确的下法 黑方选择跳马 红方就赶快补墙 这里黑方很明显是做好了打马之后 再越马登炮的先手 曹云雷选择进炮别注 黑方抬一手狙 红方出狙捉马 黑方跳马抓狙 你一抓 我就踩冰冰 现在踩着炮 还要抓着过河冰 红方怎么办呢 实战走了一步退炮 黑方选择拱足 也吓得很有意思 因为如果你吃他的兵 担心红方直接炮打足打底相 所以先把这个足挺起来 将来这个兵呢 也是早晚会被黑方消灭 曹大师选择弃兵打相 黑方就直接接受 你打相一将 再选择把炮收回来 此时黑方退居捉一下 不让红方可以炮分边 这个局面呢 红方简单把炮退回 是比较理想的走法 那双方还是差不多 黑方鞠出的比较快 但是红方多个像 双方也是两分 那可惜的是啊 曹大师在这里 走了一步明显的漏 鞠6平8 看起来是把对方给牵住了 但是黑方可以巧过足 现在黑方的鞠给马伸根了 那相当于黑方 现在又是要拘持炮 你的炮一躲 这个足就要冲下来 所以曹大师没办法 只能是把炮放在这里 意思是说呢 你要冲足我就打掉你 那么黑方可以平均 现在马抓炮 又是一个先手 红方就简单躲一下 黑方一看这个足往下冲 会被打过来 显然不好 所以选择横走 红方就直接停起 要求马吃足 孟凡瑞吓得也很简洁 就吃了 那红方退掉 这个局面下 黑方选择G8平3 明显是更为犀利的进攻手段 要求直接抓炮的同时 调整了G位 这是一个很好的运势 那么红方如果落下 黑方就可以点向眼 继续抢先 然后再马7进6 黑方的所有子力 全部冲上来 将来准备马6进4 马4再进6 或者直接抢抢中兵 显然是黑方大优 可惜的是 这样一个机会 孟凡瑞没有把握 他选择禁局点进来 先别一下 那么红方还是调整阶型 再选择平局 好像黑方马尔金斯也挺凶 但实际上 红方没有太大的问题 曹大师选择抬一手 当你跳进来 我就平炮一别 反而对黑方的底线形成了威胁 随时准备禁局将 进炮将 形成炮碾单杀 那黑方赶快平炮防一下 红方就想对炮 一旦把炮对掉 这边呢 还是有炮碾单杀的威胁 黑方就卧槽 准备杀齐 曹原磊呢 抬手拘 不让你轻易卧 黑方选择平局 双方进入最后的决战 那此时红方选择平局对吃 黑方进局保住 继续压制 走到这里局面很乱 由于本局是加赛快起 两个人呢 时间所剩无几 那么红方呢 选择了一个弃马攻杀的变化 直接扬视 孟凡瑞呢 也是来者不拒 你给我吃我就吃 先摆了再说 那么红方弃马之后 可以把局调动过来 形成侧翼双举双炮 现在随时威胁炮打底 那么黑方强硬的吃事 这步棋啊 应该说呢 也是孤注一掷的下法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那么走到这个局面 应该说是本局重要的分水岭了 红方该如何选择呢 显然黑方只是料定了 你不能打 你要是打我的炮 这边我可以下局一将 你显然不能上将 否则我杀底势就杀齐了 你只能电局 电局我一杀势 再杀鸡 再吃炮 这样很明显 红方就要丢死 所以这个棋下到这 红方自然是不能打 但是啊 红方可以考虑把局抬起 那无论是抬四 或者是抬七 这个棋呢 红方都可大优 虽然说我直接打你炮 不能打 但是我把局抬起来 下不齐呢 我要打你的炮 你的局就无法下底较僵 这样黑方就很难防了 那很明显的 就是黑方啊 已经是很难处理了 那如果你杀我的相 我就把你干了 你卧槽呢 我就上去 你将军 我就电炮 这样呢 完全没事 黑方丢子 红方大优 这个局面下呀 红方没有选择抬局 走了一步平炮 这步棋呢 明显是一个眼光招 当然呢 也是对黑方有威胁 现在准备砍炮就杀棋 黑方此时应该把炮平回来 相对比较顽强一些 这个棋如果这么下 鹿死谁手 还不知道 那么实战当中 孟凡瑞随手走了一步回马 这步棋呢 可以说是一步败招 可惜的是啊 曹伟磊呢 没有把握坐 黑方的马一旦往回撤 这个棋进攻力就减弱了 其实红方直接可以炮打 一招呢 就锁定胜利 因为你黑方现在将军 我可以上去 你现在没有这个马在这 你一步棋是不是杀的 你现在如果敢动我 我这边打你的是 直接双鞠先杀你 而且呢 这边还要落着你的底局 那黑方显然速度不够 所以这个棋啊 对于红方来说 这个局面是最好的迎起机会 直接打底炮 就迎起了 那匪夷所思的是 曹大师啊走的很有意思 他呢 先上市抓了一手局 那以为呢 这个棋阵型更稳固 不料呢 被黑方禁局一点 啊 这个棋呢 就尴尬了 现在你知了事之后 你反而是不能去打 只能是先抬个局 啊 你把局抬起来啊 再考虑去打 那应该说呢 黑方还是难办 可惜呢 曹大师啊 是连续做出了错误判断 他现在不是之后 选择去打人家 这样的话呢 造成了本局的逆转 本来黑棋是个书棋 那你红方这么去下 给机会 那孟凡瑞呢 就不再手软了 现在下底一枪 那你尴尬了吧 你不能落实啊 吃你鞠 这边你只能垫鞠 那人家简单一吃 再把这个炮一吃 红方呢 就丢死了 这样简化之后呢 红方非常懊恼 怎么办呢 懊恼也没办法呀 不让毁棋啊 爽一爽吧 咱们先僵两下 但是你也不能长僵啊 裁判不让 所以呢 就选择了平局去吃马 孟凡瑞呢 非常开心 退居一看 吃个像 我不要紧呢 不理你 平局一将 再选择出个老将 避免你炮 对我马的牵制 然后呢 黑方就平局 准备下底较将吃事 工方防一下 黑方就把马调动出来 慢慢下就行了 我现在多一个大子 你单局寡炮呢 是没有骑的 实战选择平炮 纯属吓唬人 黑方不理你 一变将军 我就知个事 将军 终究呢 还是单局寡炮 一顿瞎胡闹 走来走去呢 还是起不起 纯纯呢 是凑一些时间 那你这样 无限的走下去 肯定是不行啊 曹大师呢 还是要拱一个中兵 你这样 无限期的走下去 那还是要变招 任何情况下 是不允许长江的 黑方 选择进马踩士 红方就退炮 守一下啊 这样呢 黑方基本就控制了局势 红方再难抵抗 但曹大师呢 不想就这样放弃 抓一下 你一看 再平炮打局 那黑方把马跳进来 这里是抓着炮 红方就退炮打马 黑方躲一下 这里再抓 黑方形成连环马 那红方呢 将一下 再选择平炮 此时孟凡瑞 想去把中兵吃了 这个中兵一吃啊 基本上红方就可以交枪了 但是呢 也没办法 防不住啊 这个棋呢 人家多一个子 多一个马啊 人多欺负人少 这个就是没办法 走自这儿呢 黑方拱毒 再选择平局 准备俘有 较将抽炮的棋 曹大师呢 选择落实 孟凡瑞 想一下 再选择抓炮 你打了 我就再抓 此时选择退回来 想去打马 黑方正好可以过足 这个足在过河呢 这个棋就没有再走下去的意义了 曹大师啊 这番棋呢 也估计啊 是考虑到刚才有那么好的机会 没赢 真的是非常懊恼 所以呢 死死的是 不想就这么投子赞赴 落相 黑方呢 就继续顺势冲下来 红方进居 想去打马 孟凡瑞呢 此时走得非常的明晰 直接摆个中鞠 你不能打马 打马我拱你相 你就凉了 那么此时呢 是平炮一将 黑方此时走一个95平四啊 是最简单的啊 马上就杀鸡 这边杀你一捕士呢 我一拱相 就游戏结束了 实战呢 选择出将 也没有大的问题 还是黑方胜 红方单击拐炮 实在是顶不住了 实战呢 选择了打 那黑方就直接冲相 走到这呢 曹大师就投资负了 因为这个棋 马上随时横足一将呢 就要杀了 你也不能补士 你要拱下来 那么只能吃马 吃马的横足一将 这个红方的鞠呢 就丢掉了 鞠丢了 这个棋呢 就没有意义了 红方呢 是必败无疑 凭借这盘棋的胜利 孟凡瑞呢 是中子了自己的向甲的三连败 同时呢 是复仇了曹元磊